負責個人護理的Francis 在儀康服務超過15年 她怎樣看這份工作呢 儀康可以用靈語字體 這三個字是配合到在我們住客 靈方面儀康是怎樣可以幫到老人家呢 當一個老人家入住我們老人院的時候 因為他是遇到一些新的環境 有很多面對譬如不同的日常生活 他可能在他的心理和生理方面 都受到一些的壓力 他有個公公婆婆要離開他們的家 要去到住老人院 這個有些改變的時候 他的家人亦都無限受到某些程度上的挑戰和壓力 在這方面儀康是顧及到他們 至於在智力方面 怎樣去繼續訓練老人家的智力 聚集老人家一齊 講回他們舊時的事 吃著這一個活動 就幫助他們訓練他們的腦筋 在怎樣去幫助老人家呢 就是體力 因為老人家長時間坐在輪椅那裡 和他們的活動能力減低了 很容易形成他們的肌肉萎縮 或者其他問題 我們本院會有一些活動組的 甚至乎是物理治療師 去幫助他們做一些很輕微的活動 幫助老人家盡量維持著他們的肌肉 還有一個活動的能力 照顧老人癡癌病患者 對你來說有甚麼挑戰呢 其實的挑戰性都很大 很多老人癡癌症的婆婆 或者公公 她有時有些很突如其來的行為 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亦都有一些老人家 她不喜歡吃飯 或者她經常說自己很飽 其實她是不好吃到的 由於這個老人癡癌症 她的病理的趨向 她可能是慢慢不想吃東西的 在這一方面 我們怎樣去幫助老人家呢 我們不可以讓她一直都不吃東西 她說不吃就不吃 不行的 我們利用很多的方法 甚至乎我們會不停地去遊說她 或者是去跟她說別的東西 讓她不要想著吃飯 她就可能一口 她就一直吃慢慢 她就會吸收到她應該有需要的營養